大家好,这里是若林故事会频道,今天要讲的故事内容是 结婚两周年,江凌川查出生育无能,他苦苦哀求我做使馆,为了打醋排针 我整整胖了三十多斤,结果他对他的好哥们说我死胖子 行车记录仪里他和前女友接吻,说我葬了,生别人的重 我笑了,孩子爹我自有人选,川哥你还不回去 小心嫂子又开始夺命扣了,江凌川领带扯歪着 靠在酒红色的皮质沙发上漫不经心,吐着烟圈,喝,死胖子 天天竞整事,烟雾缭绕在他的面旁上,看不清是何表情 我顿在半开的门口,拢了拢怀里的外套,低垂着脑袋面色惨白 很难以想象,这是曾经靠在我耳边说爱我的男人 要我说还是白芝善解人意,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了这句话 乐得柔弱无骨,已在江凌川身上的白芝微微勾起了嘴角 川哥,李莫杰也是担心你,我看你快点回去吧 这么多年墨线,难道你不想我,嗯 江凌川细长的手指挑起白芝的下巴 不悦地问道,周围一片暧昧起哄的声音 白芝是江凌川高中时的初恋 没考上大学在酒吧做前台,嫌弃江凌川目前 在酒吧结识了因为外国友人 丢下江凌川就跟有人双手双飞了 川哥,你看你和白芝郎才女貌,朱连碧和登对得很纳 我看你们可以就情复燃,把苏黎莫那个丑八怪甩了 看清了江凌川对我的态度,是个狗都想来侮辱我一番 江凌川摇摇头,手指抚上白芝撅起的嘴角 还没完够呢,我没有错过江凌川眼底闪过的一抹嫌弃 就当他和白芝四目相对,快要贴在一起的时候 我穿着急匆匆出门忘记换了的拖鞋 三下五除二大步走到渣男剑女面前 一人赏了一个大逼斗,周遭瞬间寂静了下来 两人脸上通红的巴掌印,火辣辣的感觉袭来 江凌川不可置信的偏过头 怀里的白芝嗅发凌乱,阴阴哭泣 苏黎莫,你个泼妇你有完没完 离我一天就没法活了是吗 不怪黎莫姐,川哥别生气 气坏了身体可不好,立默姐还等着你养呢 江凌川听到这话挣了挣身子 丝毫没有出轨的心虚 又用居高临下的眼神屁腻我 我下意识攥紧微微颤抖的双手 拼命压抑住想动手的怒气 面对上白芝微醺的脸庞 和他鬼迷日眼里的挑衅 见我不说话,江凌川抬起白芝的下巴 重重吻了上去 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滚 头晕目眩,把腿便冲进厕所 看着镜子里浮肿惨白的脸庞 心如死灰 我在为这些年有这么一个人渣的存在感到不值 再出来时,江凌川隐含着怒气 面色阴神 白芝微微挑眉得意地看向我 还有留下来看戏的狐朋狗友 川哥,李莫姐看起来不舒服 要不要送他去医院 别理他,都是被惯的 我面膜表情,一言不发 在暗红色的射灯下直勾勾睁着一双眼睛 现场气氛陡然降温 江凌川大骂神经病 我上前又是一巴掌 抢过他口袋里的车钥匙 我买的车,钥匙就该物归原主 只留后边江凌川嘶吼他怎么回家 喝,爱回不回 江凌川不论喝到多晚 一通电话就把我从床上叫起 不容拒绝 曾经我生气质疑他不爱我 他就抱着我道歉 说想让那些兄弟看看 他老婆有多贤惠 我郁闷半上 吐出一口浊气 想听下歌,缓解心情 不料音响里传来暧昧的声音 我心下一审 打开了行车记录仪 川哥,轻点 厚重的喘息声在我耳边炸起 脑子瞬间空白 我死死咬着后槽牙 手快抖成帕金森 拿起手机想要拍下来 却发现怎么拿都拿不起来 川哥,我们这样让丽莫姐知道不好吧 白芝趴在江凌川怀里娇喘着 燕族的眯起眼睛 江凌川喉咙里发出一声窥叹 天天待家里白吃白喝 理了我他怎么活何况 他肚子应该有个孽肿了 我一想到他生别人的重 真是葬死了 江凌川并没有告诉白芝我为何要做试管 而是狡辩说我不想要生他的孩子 偷偷去了医院做试管 白芝若有所思 看着江凌川手上的劳力士 眼球一转 忙撒娇着要给江凌川生孩子 看到这我一阵反胃 曾经的挚爱变身锋利的剑刃 毫不犹豫扎进我的心脏 难受得难以呼吸 我算是看透了 江凌川就是十足的贱男人 我将记录拷贝下来 火速开回家 刚放下钥匙 婆婆骂骂咧咧地从房间走出来 阿川呢 婆婆往我身后叹了一番 连人都接不回来 孩子孩子生不出 你说我们江家娶你来做什么 当菩萨供着呀 我实在没有精力搭理他 拉着脸进了房间 婆婆在身后张牙舞爪 反了天了你 呵 看着我惊心不止的房间 自嘲般笑了起来 马六一鼓作气将东西收拾好 去了闺蜜进尸家 没想到口袋里的运检报告 在收拾的时候被落下了 成江凌川急言 我确实有运了 下午刚收到通知 这也是我为什么急匆匆想要见到他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原因 这个孩子 是经历了千辛万苦 才来到我的肚子里 如今看来 来的不是时候 我和江凌川交往前 就表明了我是丁克 他表示愿意尊重我的想法 我那时很开心 觉得终于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人 大学毕业后 我追求热爱 成为了一名小说作者 小有名气 江凌创业两三年 我支持了几十万的资金 在公司稳步发展后 江凌川窝在我的锁骨处 小声谜谈试探道 如果要是有宝宝那就更好了 我心一软答应了 他一脸惊喜 抱着我在露台上 开心地转圈圈 事实证明 不要心疼男人 会变得不幸 我们紧锣密鼓地开始备孕 可半年后还是没有动静 婆家也开始对我冷嘲热讽 婆婆更是直接上门 督促我们要孩子 江避孕套都丢了 我拉着江凌川直奔医院做检查 江凌川被检查出 先天性生经功能障碍 简称吴京征 我是第一次 见到他斯文的脸上 寸寸军裂 如今想来 我都忍不住笑出声 婆婆总是唱衰江家 在他这一带就要绝肿了 现在看来 我称之他为真预言家 江凌川苦苦哀求 我不要将此事说出去 为了成全他作为男人的颜面 我答应瞒着两家人做试管 做试管的过程很艰辛 监测到卵抛成熟 就可以打醋排针 我记得最长那一次 是打了17天的夜针 我那么怕疼的人 咬着牙打针 那时候的江凌川心疼 被眼里扶了一层雾 肚子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我也因此整整胖了30斤 在最后一项移植后 曾经对我无微不至的江凌川 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开始不抱着我睡 中间隔着一条楚河汉戒 就算我蹭过去 他也会借机去刺我 他抗拒我的接触 我的靠近 我不解 疯狂给他发消息 质问他 他却发了三个字 烦不烦 浸师听我说了原委后 立马扎毛 提起墙脚的棍子 要去找江凌川 我急忙抱住他 在他怀里哭成大愤 浸师无奈回报了我 将我的行李搬了进去 我瞳孔瞪大 这客厅怎么 坐着一个大活人 第三章 浸师热情地 将我拉过去介绍 默默 这是我堂叔 浸卫 堂叔 这是我闺蜜苏李默 我对上腰杆挺直 西装革履的浸卫 他深邃的瞳孔望向我 老脸一红 不自在地打了声招呼 一想到刚才 在门口肆无忌惮地大哭 就想找个地缝钻起来 等等 我正经微作的偏向 正在拿着笔记本 皱着眉的浸卫 心里疑惑 这不是商业大佬 浸卫吗 年纪轻轻 就靠自己成为商业大鳄 富豪榜上位居前十 不过听说 浸家身居简出 从不张扬 而浸卫年近三十还未成婚 这不是妥妥的黄金单身汉吗 没想到浸师这个死丫头 是个富二代 我忧愿地看着她 掐了一把大腿 她略带讨好 嬉笑着抱住我的胳膊 在五个名牌包 三个限量款项链手表下 我丝毫没了怨气 浸卫被浸师父母委托 带东西给浸师 刚好有个会议紧急召开 浸卫无奈留了下来 一日 我差点睡过头 连忙收拾赶去医院 不料 对门出现一张熟悉的脸 苏李默 你怎么在这里没有了 在江凌川面前的温柔小意 白痴一张脸 猙獰刻薄 啊你不会来找情哥哥的吧 白痴拢了拢身上的针织外套 鞋靠在门框边 像是猜中般无嘴笑了起来 不是谁都像你这么不要脸 我白了他一眼 眼看着就要迟到了 丢下一句转身 就被白痴扯住了手腕 我下意识用力甩开 白痴惊呼一声 摔倒在地 白痴的膝盖顿时通红起来 苏李默 你不在家伺候妈在这里做什么 门后传来江凌川压着愤怒的低吼 还欺负阿芝 我从前怎么莫发现你这么恶毒 看着江凌川身穿玉袍 头发凌乱滴着水渍 依附刚完事的样子 我又是一阵恶心 我踉呛往后倒去 胳膊就被一身西装的禁卫拽住 才险先站稳 你真让我恶心 江凌川 江凌川见到禁卫那一刻 眼神瞪大 青筋抱起 再撇到我胳膊上的手 脸色扭曲 好啊 你背着我着眼男人 苏李默 我真是给你脸了 呵 真不要脸 明明先出轨的是他 莫须有的罪名扣到我身上 就能掩饰他的无耻吗 我冷眼看着他 江凌川像是被激怒般冲上前 就想把我拉走 禁卫登时站在我面前 将近一米九的个子 像做屹立不倒的山峰 默认管地上的白芝 白芝见到禁卫那一刻 两只眼睛都亮了 装腔做事扭捏地站了起来 您是禁总吗 白芝一脸惊喜 江凌川疑惑 白芝立马给他普及了 禁氏集团的由来 江凌川一个开公司的 竟然不知道这等商业传奇 无非是他太自傲了 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禁卫冷着棱角分明的脸 将我拉走 巨人于千里之外 白芝极度到发狂的眼睛 死死盯着我的背影 随后又倒在江凌川怀里 江凌川可莫忘记 白芝刚刚停留在禁卫身上的目光 白芝连忙狡辩是为了公司着想 如果能和禁氏这么大的公司合作 对公司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江凌川欣慰地点点头 意味深长地看了白芝一眼 而后白芝惊呼一声 便被横抱进了屋 在车上 我向禁卫道了谢 真要谢 就把孩子留下来吧 我摸摸尚未显怀的肚子 愁绪扶到脸上 可他下一秒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五百万 生下这个孩子 为为什么我心绪被打乱 惶恐抬头 对上他冷冽的目光 自从发现江凌川出轨后 我就为这个刚来的孩子想好了出路 所以今天才马不停蹄 赶往医院做手术 可有人跟我说要留下这个孩子 我实在想不到留下来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 我是孩子的爸爸 一句话让我虎去医阵 这这这 医院不是有保密协议吗 为什么他会知道是他的 似乎看出我的疑惑 禁卫解释道 我并不想谈恋爱 家里催得又急 我就放到医院存放 然后动用了点关系 就知道是你了 侵犯了你的隐私 我很抱歉 生下来 我可以找个门当户对的联姻 你不必担心他缺少母爱 还可以给他最好的条件成长 而你 五百万够不够 第四章 禁卫低沈的嗓音在我耳边缠绕 其实真正缠绕的是五百万 我得写多少小说才正得到 何况医生下来就是在罗马 这孩子运气太好了吧 我假装审思片刻 心中狂喜 对上禁卫审视的眼神 不争气地缓缓点下了头 看着依旧是去往医院的方向 我还以为禁卫反悔了 急忙叫停 来到医院后 就被一堆医生护士拥进了检查室 原来是做产检啊 呵呵 我尴尬了挠了挠头 当晚 我就你好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寄去江家 协议里面我只要求江凌川 归还我当初帮他垫了几十万 也许是收到协议书了 江凌川给我打了电话 暴跳如雷 穿杂着旁边江母的咒骂 我将手机放远些 苏黎默你个贱人 想离婚默门江凌川气急败坏嘶吼着 儿啊 休了他 你找个附加千金 江母上辈子一定是涨贵 这么会打算盘 妈 离婚就要给他八十万 什么好吃懒做的东西 吃我家喝我家的 凭什么拿这么多钱 江母一听 尖锐的嗓音响起 有些刺耳 八十万对于现在的江凌川 不过是九牛一毛 而在当年 这可是雪中送炭的存在 我每日每夜的赶稿 终于存够了八十万 送到因为资金链短缺的江创公司 也正是因为这笔钱 江创才得以活过来 现在 我不要股份 不要付其财产对半分 只要那八十万 就这样 江家也捂着不给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江凌川 这些年你心知肚明 虽然你在外挣钱 可家里的费用 全是我的搞废除的 你只正不带回来 有什么用 还不是给外面的小三小四 你是得了好名头 坏人全让我背了 我会重新你一份离婚协议 要求夫妻财产对半分 不再听电话 那头猙獰的吼叫 我慢条斯理的 喝着保姆做的燕窝羹 近未见我同意后 立马从进家送了个保姆 照顾我的饮食 不 应该是 孩子的饮食 虽然五百万即将到手 但我还是保持每日更新的状态 最近有了一个不错的灵感 我刷刷在笔记本上列起了大纲 出去几日游玩的进师回来了 他稀奇地看着厨房里忙碌的保姆 一脸八卦看着我 默默 你跟我堂叔有情况啊 别瞎说 我都快成离异妇女了 我赶紧捂着他的嘴 生怕再说些离谱的话语 我交代了和进魏之间的交易 尽心连连赞叹 竟有如此缘分 听完更是怂恿我和进魏 我摆摆手 表示拒绝 这辈子平平庸庸 碌碌无味 实在高攀不起高门大户 我是有自知之明 肚子里的孩子可比我幸运多了 你们豪门规矩太多了 这门户之间本来借地就深 人与人之间观念不合 更容易产生矛盾 结过一字婚 还是觉得单身好 我生来就是向往自由的 不想被条条框框束缚住了 进师无奈地点了一下我的头 随即两人就嬉笑打闹起来 转角的禁卫也悄无声息返回了书房 最近熬了几个大夜 保姆一脸为难盯着我欲言又止 苏小姐 你这熬夜对身体和宝宝不好的 进总说要我好好照顾你 你这出了事 我可怎么办 我点点头 表示再也不熬夜了 这是最近忙着完结 一不小心就忘记了时间 进卫在保姆来的第二天就走了 我也乐得自在 背后总算没有被盯着的感觉了 默默默默 你看你的书底下出现好多差评啊 进师着急忙慌 从门外飞扑回来 拿起手机翻着几百条差评 几乎是一夜之间 我的作品全部被打了差评 还有你微博也沦陷了 我拿出手机 99的私信差点死机 原来这个就是抛肤弃子的大大呀 姐妹们给我冲 老公辛辛苦苦挣钱养家 老婆却在外面偷人 我顺藤摸瓜找到始作俑者 江凌川的微博号 第五章 他在微博里生生俱累 说我不愿跟他生孩子 要去做使馆 他心痛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彰显他大度的形象 而我怀孕了 不老实待在家 却夜会男人 更是和男人去了医院 将孩子打掉 贴图是我的运检报告 和当时禁卫于我在医院的背影照 还有一张伪造的银产手术单 江凌川这些年 一月成为创业新秀 引起不少人注意 一发出来 激起层层浪花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江总这么多金帅气 那个女人都看不上 果然还是外面的屎最香 找到了 还是个写小说的 让我看看 这么无耻的人 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回来了 写得跟驼屎一样 我抓之机到键盘上 都写得比他好 我被网爆了 曾经那些弥足珍贵的心血 被踩得一文不值 不过 有人看就有收入 我不再怕的 禁卫打来电话 询问需要帮忙吗 我拒绝了 本来将他拉进这趟浑水 就很不好意思了 我假装莫受到外界影响 依旧自顾自更新 也有灵星老粉支持我 默默答答是最棒的 催更一下 新开的几个章节 热度格外高涨 我看着一日比一日增长的数字 满意的深恶的懒腰 哎 家人们 感觉有点想催更怎么回事 心痒痒 我也点一下 哎 你们这么叛徒 这么无耻的人 能写出什么好书 有一说一 别听风就是雨 只听一面之词 你看大大的书都是很有深意的 我还是更想听到 大大澄清的消息 眼看着差评没有了叠加 书还被推荐了 我一跃上了榜一 我多年来求之不得的榜一 就这么晃在我眼前 我高兴得拉着浸诗 做了套广播体操 一旁的保姆 担心得连连喊停 江家线热度越来越低 开始向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 姜姆隔天就躺在浸诗家门口 撒泼打滚 哎呀 我们江家 怎么这么倒霉啊 娶了这样一个 伤风败俗的媳妇 还没离婚 就跟一男人跑了 我在人群冷眼看着他表演 见我毫无反应 他又抹了两把浑浊的老眼 李莫呀 你跟妈回家吧 妈不介意你这些事 只要你好好跟阿川过好日子 什么事啊 是江凌川婚内出轨 还是他生不出孩子 怪到我身上 我嘲讽道 姜母一听江凌川生不出 胸脯瞬间剧烈起伏 面目猙獰 立马尖叫 站起来就要挠我的脸 你个不下蛋的母鸡 凭什么说我儿子生不出 浸诗立即护在我面前 我捏了捏他的手心 意味深长 笑着对姜母说 那要问你儿子啊 这么大的事都瞒着你 快点吧 说不定还能治 不然姜家就要断子绝孙了 姜母许事看着我笃定的眼神 周遭开始指指点点 她慌神间脑子乱成一团马 都挡着不可能就跑了 治是不可能治的 我只不过是想给她一点希望 这样绝望的时候 我就有多痛快了 姜母走后 我提出想要搬家 浸诗眼泪汪汪 一脸不舍 今日我是发现了 姜家这个狗皮膏药 一日不离婚 就得打持久战 我咨询了律师 提供了姜凌川出轨的证据 和当初她跪地哀求我做试管的录像 律师说这很难 毕竟我还在运期 不是真的打掉了 所以诉讼会被驳回 我一颗心审入谷底 又问如果是找到孩子父亲呢 第六章 律师一脸震惊 仿佛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半晌他才说 暂时没有这样的实力 不确定结果如何 我差点头脑发热 想要说出进卫的名号 刹那间想到我们之间的保密协议 又闭上了嘴 进卫知道我要搬家后 自告奋勇 将他手下一套房产送给了我 但我坚持不要 因为现在这个身份 带来的诸多不便 我坚持每个月给他房租 近卫无奈只好收下了 我看着通透亮堂的大房子 心里美滋滋的 而总有脚屎棍坏性质 当接到江凌川的电话时 我就知道江母回去质问他了 苏里墨 你个贱人 你答应我不说的 为什么要跟我妈讲 电话那头江凌川怒气冲冲 怒目远睁 我还听到他来回跺脚的声音 为了顾全你的颜面 我扎了多少针受了多少苦 到头来 最先遭见我的是你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喊 难怪江家这个皇帝位 莫人继承 就你妈和你这个恶性 我得庆幸莫跟你生 呸 我催了他一口 随手挂了电话 平复着起伏的胸脯 我看着镜子里臃肿的身材 悲哀着叹了一口气 难怪都说是人是鬼 生个孩子就知道 摸着已经显怀了的肚子 我约进师逛街 选宝宝用品 虽然近卫已经准备了 一大堆在房子里 但我还是想经历 一下这个为人母的过程 哟 这不是我们大作家吗 白芝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 我和近师的拳头都攥紧了 出门忘记看皇帝了 记得来喝喜酒啊 我怀孕了 有些野种 就是莫福气 投到大富大贵的人家 在他发现 禁卫这个金波波 不好靠近时 退而求刺 想用孩子抓紧江凌川 千算万算 他没算到江凌川 根本不能生 白芝路过我身旁轻轻说道 洋洋得意的神情 让我忍君不禁 喜酒还是白酒 谁知道呢 谁知一语成奸 江凌川连我做诗馆都接受不了 还能接受白芝跟别人 在床上翻云覆雨吗 近师谈了我一脑瓜子蹦 问我傻笑什么呢 我眨眨眼 一脸坏笑勾勾手 让近师靠近 结果 这货连连鼓掌 比我笑得还夸张 直不起腰来 刚向过白芝这个颠驼 又遇到江凌川这个颠工 李诺 这些日子都是你逼我的 只要你求我 好好待在家 孝敬我妈 搞费上交 我跟我妈商量好了 从唐家过季一个孩子 以后你就在家带孩子 江凌川向我挑眉 一脸是在必得的样子 本来还想嘲讽我一番 看到我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眼睛都红了 画风一转 既要又连吃带拿的样子 近师忍不住了 他可是恋家子 大展拳脚下 将江凌川打趴地翻了白眼 路人连忙叫了救护车 还有热心群众报警 我连忙过去阻止 表明这是家事 江凌川正扎着想要反驳 我过去一把揪住他的头发 摸着曾经让我痴迷的面庞 暗暗威胁 只要你一日不签字 我打你依旧是家庭纠纷 报警都没用 老公 你说对吧 江凌川被我抚摸过的肌肤 激起层层疙瘩 看着我阴侧侧的目光 他闪过一丝恐惧 第七章 江凌川被送去医院后 立马送了份离婚协议过来 协议里的八十万悉数到账 至于财产平分他只给了我一百万 想到他还在医院 肋骨被打断了几根嗷嗷叫 我就发善心饶过他了 现在还需要等待一个月冷静期 我摸摸肚子 一脸词笑 我将这些年来在江家花费的所有 还有江凌川出轨时为白枝花的钱 包括试管期间也是我掏的钱 都整理出一个大概的金额 一看莫多少 加起来高达百万 结婚后 江母献我生不出孩子 就主动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嘴上说来家里受苦受累 实际上让我做牛做马 吃的喝的全部要最贵的 还一脸羡慕东家西家 暗示让我买首饰 尽快给他 我也蠢 想着婆媳关系好一点 自己穿拼兮兮九块九包油的T恤 他们穿几千块的名牌 到头来还要被嫌弃上不了台面 我连个保姆都不如 有些人 别人不发火 就当别人是傻子 江凌川在医院将自己裹成木乃衣 只露出两个眼睛 一个嘴巴 旁边站着痛哭流涕 黑发染成白发 看起来格外沧桑的江母 他要离婚 投奔新生活 也不至于把我儿子打成这样吧 可怜我孤儿寡母 都不过他这么一个黑心肝的媳妇 你们看 他一离婚就要走了一百多万 这可是我儿子 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 全部给他了 我们娘俩就要夜宿街头了 江凌川在一边呲呲啊呀 眼里还挤出几滴泪花 看了谁不喊一句 惨 太惨了 你说他们哪来这么大的脸 整日抓着你不放 近时两眼冒火 一边吐槽一边捏着我的手机 按着他这个力度 我都怕手机裂了 我连忙安慰他 再多多等几日 事情发酵到最高处 他们才能跌得最惨 本来此时热度逐渐下降 如今又重新被提起 观众热情高涨 瓜料到处飞舞 网友开始搬一些莫须有的谣言 扣到我头上 他是不是之前在九八点的那不停麻子 别说还真有点像 肯定是他 一个座台女臭不要脸 骗婚吧 这是 谣言愈发激烈 我的作品全部被下架 这领看客们更加笃定谣言的事实 不然 你三好公民 为什么会被下架 屏蔽还不是因为你犯错了 人言可畏 网暴如风雨般席卷我的生活 好在 近卫的房子治安 防护措施很好 陌生人进不来也找不到我的踪迹 我还是该吃吃 该喝喝 哎哟 我的祖宗 你怎么还这么悠闲吃喝 近时一进门 就将我手中的酸奶夺了过去 我眼巴巴盯着他手中的酸奶 他气不打一出来 你还不澄清 等到什么时候 那些网友都快把你足迹翻出来了 这话敢巧了 下一刻 父母的视频通话就打了过来 你个死丫头 好端端的干嘛要离婚 还出轨 现在我和你爸出门都被指指点点 我妈一如既往的责备 从听筒传了过来 我看着她背后 一脸幸灾乐祸的妹妹 心中的亲情又淡了几分 是啊 默默 从小就教你不要冲动 冲动了就要学会承担后果 现在这个后果不止你一个人承担 还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太不像话了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他们听到我的消息 从来都是不分青红皂白指责 我仿佛就是他们劳累生活中的情绪垃圾桶 我要承受他们所有的怒气 不甘 和偏心 我们已经把亲家和女婿叫过来吃个饭 你赶紧给我滚回家 好好认个错 默等我拒绝 视频灯的挂了 默默 他们真是你亲爸妈 近师大概没陷过这样的父母 一言不合就开骂 试图想要掌控我的人生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还偷摸去做了亲子鉴定 看着报告上的九十九心如死灰 我宁愿我是被抱养的 第八章 亲家 虽然两孩子离婚了 不是我说默默坏话 他真的太不像样了 在我们江家时只不沾阳春水的 我们临床好吃好喝伺候着 他还出去胡闹 但阿川大度啊 不介意 要接他回家 他却打得阿川下不了床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呜呜 江母生情病茂拉着我妈的手屋叶哭了起来 我妈局促地呵呵两声回应 没想到还有比他更能眼的 江凌川摊在沙发上 嘴巴吐着葡萄皮 像个二大爷似的 看来伤得不算重 我的好妹妹正殷勤地给他喂葡萄 这让江凌川很受用 我进门 以往的拖鞋不见了 我也不打算换了 再看着这房子 是我全款买下的 如今我的生活痕迹是一点没有了 你个不孝女 给我滚过来 我妈正愁愁如何接过江母的戏 就瞥见我进门 眼里闪过一丝怒火 我扶了扶腰 慢悠悠走过去 身后跟着五大三粗的保镖 毕竟肚子值五百万 可不能让他们碰到了 一看我这架势 原本熊啾啾气昂昂的江凌川和江母 瞬间目瞪口呆 缩起了脖子 你带这些不三不四的人进来做什么 是要把家都拆了吗 如今你是傍上大款了 我们这些穷亲戚挨不到边了是吧 我爸笑眯你的眼神也阴神起来 一脸的不悦和愤怒 姐姐如今好大的气派啊 妹妹洋装羡慕 但眼底确实一片鄙夷 好像我是什么藏东西 保镖从不远处拿了张椅子擦干净 放到我身后 还贴心地放上软垫子 敬畏办事就是靠谱 一听我要回家面对极品家人 找了这么有眼力线的保镖 这就是有钱有势的滋味吗 太爽了 我抬起巨傲的眼眸看向他们 徐徐开口 什么家 这不是我全款买的吗 我想拆就拆 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见 我第一本小说就赚了五十万 可把我高兴坏了 忙不迭告诉父母 想要听到他们的夸赞 他们却吃笑一声 说我不务正业 我心都凉了半截 小学到大学 我拿了不计其数的奖项 在他们眼里都是运气 而妹妹只过了及格线 他们都会买蛋糕庆祝 但但五十他们倒不嫌弃 万他们是一边卖一边敞开口袋收进去 我们这个小县城 五十万已经可以买个三居室了 而我没住够几天就结婚了 想到这儿 我就觉得血亏 估摸着走的时候把房子砸了 反正要不回来 那就砸了吧 我爸瞬间被气得大喘气 妹妹急忙过去帮忙顺气 依附父父慈子笑的画面 爸爸 你有高血压可不能动气呀 姐姐应该太久没回来 忘记这件事了 她不是故意的 这话一出 我爸呼吸更急促了 我妈健壮冲过来就要挠我脸 没到跟前就被坚实的肌肉挡住 苏李默 你连亲妈都敢忤逆人家说的没错 你个白眼狼 贱东西 我看着咬牙切齿 却无可奈何的母亲 扑斥笑了出来 我是小贱人 你就是老贱人 我妈气得直翻白眼 唐木结舌看着我 她没想到我现在这么疯 谁也不放过 只要我没道德 道德就绑架不了我 这可是他们言传身教的结果 我起身走向江凌川 江母快速护住她的宝贝儿子 一脸紧辟 这可是法治社会 你别乱动手啊 你也知道是法治社会啊 你们这些天在网上这么诋毁我 你说你们要吃多久的老饭 两人瑟瑟发抖 缩在一团 眼神飘忽 江母到莫这么害怕 毕竟不懂法 看到江凌川这样子 但他底气也开始不足起来 只要你将我们江家给的185还回来 我们就原谅你 我也不啰嗦 直接一纸诉状扔给母子两 现在的舆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工作了 我以诽谤罪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 江凌川 你好歹也是个大学生毕业 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我戴上墨镜 在保镖的簇拥下离开了家 耳边传来尖叫声 锤子砸在墙壁的抨击声 如此悦耳 我满意地坐上麦巴赫 不带走一片灰尘 第九章 我将一系列网报造谣的账号一一告了 再将已经整理好关于江家的证据放到网上 极致地反转 出乎意料地爆了 江家也常常审入谷底的滋味 默默 求求你 放过我吧 江凌川这才知道 子弹飞到自己身上的感觉 舆论一反转 江凌川当初舞的有多大 反式的就有多大 什么朴信男 家里是有皇位继承吗 一看就是诡计多端 救命啊 明明是他生不出 还甩锅到妻子身上 求着人家做试管 到头来还嫌人家葬 真是打开我的新世界 你们看他们在车上舞得这么恶心 明明自己才是出轨男 呦 莫人八小三吗 看到这 我才想起自从白之上一次见面炫耀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江凌川莫想到我证据那么齐全 连否认的机会都没有 他只能求到我跟前 我毫不犹豫立马拉黑 家里父母每天都发信息咒骂我 骂我将房子破坏 他们住哪里 让我转机百万给他们养老 俩夫妻早早没了工作 靠我养 我不管了 他们就得喝洗北风了 我只告诉他们 尽管起诉 法院让我给多少 赡养费我就给多少 他们恨不得冲过屏幕将我撕了 因为他们始终找不到我在哪 这一次 就像是喷了空气清新剂 一切恢复宁静 祥和 后来的消息 还是近视在我耳边叽叽喳喳 将家彻底倒了 曾经那个创业新秀落魄进了橘子 被判死刑 我惊讶捂着嘴 一脸疑惑 诽谤罪什么时候这么严重了 近视捅了我一个胳膊 示意继续听他说下去 原来那些见风使舵的网友 发现自己被骗了 个个都揣着臭鸡蛋 烂叶子找到江家去 江林川匆忙躲进衣柜 让江母打掩护 可那些人跟风魔似的 一个个角落翻着起来 结果莫找到江林川 倒是找到了 在书房书桌下 已经咽气多日的白芝 众人被毫无血色 眼珠子死死瞪着 不可瞑目的白芝 吓得尿裤子 警车很快就到了 而江林川被逮捕 恕罪并罚 在我将诉状纸 丢给江林川的那天 晚上白芝到江家 他满心欢喜地告诉 江林川有孕的事情 江林川本来就因为我的事情 焦头烂额 没有头绪 这一听到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一股怒气涌上头 失去了理智 而白芝以为可以无忧无虑 做个副太太了 结果下一秒没注意到 江林川会暗不明的杀意 转眼便被数据献勒死在书房 江林川忙着公关和处理公司事务 一时间竟忘记处理了白芝 我一片唏嘘 无比庆幸自己早一点脱离苦海 不然 谁能保证下一个不是我呢 七个月后 我顺利落下难保 我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知道他父亲的基因有多大 我猛吸了一口他身上的奶香味 人类幼崽就是可爱 十个月后 我将他送去了敬畏家 虽不舍 但我明白 他会有更好的归宿 我产后开始恢复到苗条的状态 作品也早已经恢复了上架 就算没有那五百万 我每日靠着那几本养老都莫问题 于是我兴致勃勃约了晋师吃火锅 哎 那个街角的乞丐 怎么这么眼熟 晋师指着 缩在街角棚头垢面 衣衫蓝绿的人 他骨瘦林寻的手向前伸着 看着人来人往的路过 江阿姨 好久不见 曾经面色红润 阔太太一般的姜母 迟钝地抬起那张面黄肌兽 满是藏鱼的脸 后嘴唇不停地翻动 像在自言自语什么 看到我那一刻 满是褶皱的眼睛一亮 我丢下一张红钞 拉着浸尸潇洒走人 老娘现在有钱 江母低下头用粗力的手掌 擦了擦眼泪 硬叶着 双手颤微微拿起那一张红钞 还没来得及看清 下一瞬就被飞夺而去 江林川的事情传到江家 生怕被波及到后代 江家祠堂医治决定 将江林川剔除族谱 江母赶出江家 就这样 江母无路可去 只能沿街乞讨